妇女脸又怎样?TVB女明星被骂解男的上位,盼子够无心的。 真的,有些人不过好自己的生活,非要整天在网上做盼子。 最近香港娱乐圈的热话题事件,有一个是唐新风暴三的唐文龙和TVB新生带女艺人,黄文亦在一起的恋情新闻。 其中香港某娱乐头条大写加粗的写著相差23年妇女脸。 不是很懂香港娱乐记者的脑回度,唐文龙现年48岁,黄文亦23岁,两人交往。 应该说是大叔蒙妹子脸,说成妇女脸有点过了哈。 黄文亦和唐文龙在2月中旬的时候,被记者拍到在香港大街上两人单独在一起的照片,一时间在新闻报道出了后,成为娱乐新闻头条。 这个新闻大热的原因之一就是,沉寂多年的唐文龙今年评级唐新风暴三李渣男的精彩演绎,成为TVB大热的男明星之一,两人在一起当然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了。 还有就是去年11月,黄文亦意外在IG上晒出了和唐文龙两个人去大雨山单独游玩的照片,后来急匆匆删掉,但还是有人保留了下来。 那时候,唐文龙和黄文亦都不红,相信走在一起纯粹是喜欢了。 而且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,唐文龙被问到感情问题时,就坦言说自己喜欢年轻一点的女孩子。 因为这件新闻,黄文亦却被人止住说戒男的上位。 这是因为2016年才加入TVB的黄文亦,才加入不久,目前只是娱乐新闻台的女主播之一,同时有偶尔客串下三日二夜节目的嘉宾主持。 于是就有网民表示,黄文亦只不过是N星,没什么名字,七、八线小明星,疑似世界驻这次恋情的公开,是为了快点上位,好拍戏,接更多广,告什么的。 就网民的质疑,日前黄文亦在自己的IG上说了这么一番话,表示自己在半年前就已经上了娱乐新闻的头条,不需要借别人来上位的意思。 而唐文龙,也就这件事在IG上说了这么一番话,表示这本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照片,却被网友解读成这样了,并为黄文亦大方护航,没有威的我,更没有人需要借任何人上位。 其实 很明显是那些盼子网友间的胆疼乱说话,作为TVB新生代女艺人的黄文亦并不需要借任上位,自己本身就是 十亿富家女,想要出位花点钱太容易了。